歡迎收看發達廣場的時間 這次的嘉賓繼續是我們研究部副經理直耀輝先生Stanley Stanley你好 上一節已經預告了 這次會跟大家講講全國能源工作會議 在北京召開的會議 消息傳出 令到葉銀器的板塊和太陽能的板塊 今天來講抽升 為何會令到這個板塊升 提出今年將會大力發展光復葉和葉銀器 再生能源等等 先問Stanley 不如介紹這個會議 為何會議一開或說出這件事 會對相關板塊有這麼大的受惠 例如以光復產業來計算 基本上在會議中有些風聲 例如在光復發電裝機方面 就會達成一千萬千拿 這個數字我認為是量化少少 例如在2011年的時間 基本上全中國的光復的裝機容量 只不過是三百萬千拿 到了2012年的時間 這個數字大概是七百萬千拿 2.5倍 所以變相之後 大家會對這個板塊有更大的衝擊 但撇除這件事來計算 當然這個消息 對這個行業是比較有利 但大家也沒有忘記 因為本身這段時間 炒光復的板塊 其中有些原因是 第一 就是股神巴比特 入股太陽能的發電廠 這也是導致全球的光復的股份 有一個比較強的表現 因為如果你看看統計的話 我得意的 港股方面 基本上你看到這集板 就升到七彩 但如果看其他國家 例如美國方面的話 如果以前三個假日來計算 在美國上市的一些概念當中 例如一些股份 例如江西蔡惠 LDK的太陽能股 類似升幅是超過四成八 三個假日裏面 你可以想像得到 股神入股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其一 其二就是 本身多增龜的價格 大家看都知道 我之前也說過 多增龜的價格 基本上跌了很多 上年來計 到今年來計 突然間有反彈 雖然是輕微的反彈 但大家覺得 現在這個反彈 意味著這個行業本身 就有機會轉好 所以這些因素也是炒起個別的板塊 特別是見到 例如保利協鑫 卡姆丹克 有比較強的表現 但我想 先說股神的那筆 其實股神 你又去入股太陽能 你說這個東西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是 其實入股 就是一個發電廠 就是經太陽能的發電廠 就不是這些光伏的產品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可以說借一個概念來炒 可以這樣解釋一下 第二樣就是多晶龜的價格 沒錯 多晶龜的價格 的確微升到0.4% 0.4% 又不是金壓力 其實的漲幅是很微的 當然大家覺得 可能是最後的時間過去了 在私有的時間 有機會可能會回升 但問題 產能覺醒的情況 仍然持續下去 這是沒有改變過的 第一 第二 這一段時間 為什麼突然間價格會抽升 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會在內地方面 或是說全球來計 比較關注的時候 因為中國可能在二分的時間 就會向多晶龜的一些產品 會送來一些相反的 一些情罰性的關稅 所以可能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意味著重建之後的時間 入口的多晶龜的價格 有機會會飆升 所以這段時間 變成多了一些從業的公司 買了一些多晶龜的產品 是不出奇的 第二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是因為在日本方面 在這段時間 它可以推進FIT的計劃 FIT 會向一些當地的電廠 會向一些民間 一些民資 民營企業 一些干服的 或者一些可助生能源的發電 一些地方去買電 買發電 例如假設一家民居 本身是把發電 有些太陽能板 用來發電 如果電池都用不完 就可以把電池買到政府 這個政策 基本上都刺激到 比較多人 突然間 用多了這些 叫做安裝 多了這些發電的項目 一些發電的產品 所以這次 為何多晶龜的價格 會升上來 有這些因素 但問題是 大前提就是 始終你有版化 雖然有這麼多的 兩面支持住 但問題是 可能整個情況 其實是無法解決 有些數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今年 就是2012年的 統一數據 中國有160多間 光伏電池 和總經營公司的 總產能量 基本上 達成40GW 在全球來計的話 基本上這個量 達成50至60GW 但在去年來計 全球的光伏安裝量 基本上都得不到30GW 基本上意味著 全球的產能過程的情況 基本上沒有改變過 雖然之後的時間 內地方面 可能會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但問題是 如何解決 你當前的困局 其實是否可以 所以 變相之下 這個版塊 當然你說現在 叫做市場資金比較充裕 你說借消息 有些炒作其實不出奇 但我會建議 炒作的同時 都要留意公司的 一些基本面的因素 按照你這樣說 雖然最近有個炒作 還是要查短期利好的消息 去做一個炒作 其實是 基本因素 因為始終行業內 都有一個外遊耐患的情況 不單單說產能問題 以及價格方面有個下跌 其實這個行業 都蠻依賴歐美方面的情況的市場 其實歐美方面的情況 現在來說 雖然說歐債方面有好市有好轉 美國方面有好市有好轉 但是外圍的情況 對於這個版法來說 是否始終有一個影響性 如果你有台灣之前的時間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你說當一些國家經濟有問題的時間 要關水喉 第一個關 一定是這些產業 這些產業本身是成本比較高的 一定會關水喉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在外國的訂單 其實是減少不少的 還有最大問題是 有些叫做商販 就是反經銷加反補貼 這些叫做成物的關稅 所以變相之下 出口是很困難的 但問題就是說 當然是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你看看我們政府方面 都會有更多的政策扶持這個行業 其實你說 理論上其實是OK的 因為本身你說 可能原本是出口的 現在現時 就是因為本身一些政府的幫助之下 鼓勵你一些 可能很多的民間 或者很多的資金 可能會叫做安裝一些 叫做多精龜的產品 但問題就是要有過程 還有問題是 你看這個版塊本身 因為剛才說到的 產量過程其實真的比較大 所以未來這段日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反而有一個拼後的概念 可能一些大會吃一些小 其實現在都在做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你究竟時間性是否這麼快 可以叫我完全是沒事 其實不是的 所以這個版塊 我覺得 當然在國策的支持之下 你要做一個行業 其實是很容易的 但問題就是 你說現在這個局面 基本上都是產量過程 比較嚴重的話 要解決的話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好 講到這裏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太陽能版塊的最新造價 我們看到卡姆丹克來講 創作52週新高 高健是1.97 現在做1.95 升幅來講是1.4 人坡能源都升了1.1 保理協音升接近9% 至於輕易太陽能 現價在做6.96 升了超過5% 至於另外一隻 太陽能股 就是8人太陽能 就是5.66 這隻股份來講 現價在做4.1.5 都是52週高位 這隻太陽能股 都是創作52週新高 詢問回來了 現在來講 這麼升得這麼緊要 剛才看到 我想投資者的心都很紅 現在買買好 你又覺得現在來講 應該怎樣去看這個版塊 賣不賣好 你問我的話 都是買一隻750 因為始終 當然你說750 因為始終是做下游 你受到產能覺醒的情況 真的不是太受關係 當然這段時間 不過有很多人說 這段時間 基本上資金 反而炒了一些落後的股份 所以你說 如果投資者方面 你真的沒有貨的話 你想送上來炒 其實我不會反對 問題就是要下車 這些市況 基本上 你炒的那個版塊的話 可以升到你不送 但問題就是 你真的要下車 如果想著是 短炒變長渣的話 反而問題會相對比較大 好 謝謝Stanley 清晰了 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和你做了一項申報 剛剛所說的 那些股份你自己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是問答環節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問問我們嘉賓的話 爭取時間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先休息一會 稍後問答環節再談